星期五就出了監警會的報告 這個可以叫做千呼萬喚始出來 但其實我認為是沒必要深入分析的 因為它裏面說的話就是一個OA式的謊言 就是在1984那本書大家就明白了 就是將一些部分的真相放大 將一些明明發生的事就當看不到 或者將一些明明應該要調查的事就完全不去調查 它亦都沒有在法律上的權力去傳召證人 或者去賦予它很多司法的權力 不是一個法定的機構 就算它調查了些甚麼都沒有用 但怎樣都好如果在正常的情況 而是有一些人民的不滿或者是有個需要 可能你當是一個公關工作也好 達致某一些和解也好 你要做一些持平的取態 它連那個最低的要求都沒有 其實都沒有甚麼好說 因為你說如果元朗721事件 警方的反應是過慢的 或者是一些群體的嘔鬥 這個根本我們看到的都不是事實 有很多無辜的市民 他們根本沒有參與過任何的示威 首先不是說示威是犯法 而且那天有很多穿黑衣的市民 就去了市區去表達一些意見或者訴求 那些人可以是住在元朗可以住在別的地方 住在元朗的人穿黑衣去市區去做一些群眾活動 或者抗爭的活動 那樣東西本身是否合法呢 以我們對法律和公民的常識 是與元朗被人襲擊無關 那些人可能他們沒有得到不反對衝之書 就去了中環、上環或者市區任何地方 去做一些和平的遊行或者靜坐或者抗議 他們坐車回家去元朗就是另一件事 至於那些白衣人手後在 和黑幫的組織有關 用一個政治的取態 非法襲擊一些曾經參與過活動的市民 我覺得這樣說很持平 但是警察就因為可能基於一些政治立場的考慮 簡單說就是如果香港是分開藍絲、黃絲的 如果黃絲被藍絲打 那警察就當是看不到 類似的東西 或者他們覺得那些黑幫是撐警的 那些示威的市民 無論合法非法也好 是為了反送中這個運動 是表達一些訴求的 那如果我們不幸地住在元朗 回家的時候被人襲擊 那就是警察覺得是想見到的東西 市民的觀感就是這樣 那你瞧瞧這件事 當我本人沒有一個政治取態的 這樣的警察又對不對嗎 但問題就是 還有 首先就是那些有參與政治活動的市民 另外我們知道 譬如廚師或者很多其他本地的街坊 他們是因為種種原因 是去了外面 乘車回到元朗 那因為那些黑衣人是無差別的攻擊的 這樣又變了 是已經再進一步了 而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警察是否不知道有這件事呢 我們知道當日打999的電話都爆了 還有我們知道之前的警察的公共關係 例如警訊等等的宣傳影片 老祖就告訴我們知道 他透過閉路電視在警察的控制中心 是可以看到這個元朗站的實際情況 是即時看到元朗站的實際情況 就算退一萬步 這個是一個群眾的嘔鬥 當他是兩幫幫會之間的仇殺 即是我們講的開片 比如說 甲的黑社會和粵的黑社會 因為一些爭奪地盤而打仗起來 就算是這樣 在以前我們幾十年的認知 警察都會介入維持治安 然後阻止他們群偶的 是不是 所以這件事就說 其實很簡單 我不需要講自己的政治取態 很客觀科學分析 就是因為那些白衣人是撐警的 是針對那些反送中的示威者 而那些反送中的示威者 是警察和建制是不喜歡的 他有一個政治取態 就是如果有一些這樣的黑幫 去攻擊這些有政治立場的香港人 那麼警察就助就為虐 甚至更離譜就說拍膊 還有某一位立法會議員 是當時出現 即是在附近的元朗 當晚就說你們是我的英雄等等 其實就證明了 這個警察不單止是助事不理 甚至在這件事的部署策劃裏面 是參與一部份去合起來 去攻擊那些市民 甚至攻擊一些央及遲餘的 只不過是元朗住的市民 其他事情我不管 我沒有那麼多時間 譬如831又怎樣呢 其他的襲擊案又怎樣呢 612又怎樣 我就說這個監警會 當他用一個這樣的偏頗的 政治立場做一個這樣的調查 做一個這樣的報告 就算沒有法律約束力 都是很難看的 我寧願他沒有這樣的報告 對香港來說損害還要低一點 所以其實都很難說什麼 就是說現在香港的管治 是惡化到一個程度 我覺得我們一定要有些新的思維 那個新的思維就是說 我們作為一個有正義感的市民 是不是要下下需要自己在不計成本之下 實行一個抗爭呢 就是說現在我們要做的事情就是要保存實力 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公眾或者海外的國際的人士 他們知道了多少或者他們會有些什麼行動 我不是告訴大家抗爭沒有用 而是計成本效益第一 第二就是說例如今次監警會的角色 以及在831、721的調查 隔了這麼久出來的這樣的報告 以及政府的下一步的做法 整體這件事 我們要在國際層面令人知道 香港本身可以做的事情都可以去到盡 我覺得 就是說我們看到 就算去到最近 五月踏入 比如五月十日母親節都發生很多流血事件 就是說外面的人已經知道香港問題的嚴重性 而香港的有關當局 那個對國家暴力或者國家恐怖主義 或者中共的介入或者對國兩制的破壞 或者對香港人權的一個踐踏等等 就是剛才所上述的問題 其實是不需要我們再去證明這件事 我意思就是說我們不需要再走出來 可以俗話說送頭去證明它的殘暴和無恥 反而就是說如果我們繼續要香港的年輕人 那些手足去犧牲自己 而那個成本效益我計不定這條數 所以我覺得最好的一個做法就是 我們要令到國際社會知道這件事已經是這樣 以及如果他們沒有相應的行動去配合 其實香港自己不會復原的 明白嗎 就是說很多人衝出來被警察打 是不會令到警察不打你的 是不是 為什麼七警那件事之後 就是我講佔中的時候會收斂呢 因為當時的七警和朱經緯 他們在今天來講是乾犯一些小兒科的乾犯法律 他們全部都要坐牢 他們都受到法律的制裁 是不是 如果現在就說香港的年輕人不停地送頭 他不停地打你 他打完你之後又不用負責 監警會的報告都出來是這樣 你覺得我們繼續送頭會令到他不打你嗎 沒有可能的 就是說那個阻嚇已經不是來自香港裏面 那個阻嚇只能夠來自外面 就是說如果美國已經在去年的感恩節 通過了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 我們香港的朋友 我們不篤灰不割席兄弟爬山 是不是應該匯聚我們的力量 去將它推成一個更大的訴求 令到美國等等的民主國家 在有法可依的情況之下 是就著馬基尼斯基法案 或者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 去處理或者去執行一些制裁呢 我覺得這件事反而是正確的方向 因為裏面的犧牲已經是不停地做 而因為裏面那些非法執法的香港執法人員 他們是完全沒有受到制裁 而他們是變本加厲 如果你逆地而處 你是一個黑警 你覺得你會不會收斂呢 沒有阻嚇為什麼會收斂呢 這樣就是說每一次我們有些大型的社會活動 我們就繼續有人受到傷害 包括那些沒有參與活動的市民在內 我覺得這樣是一個錯誤的策略 所以我不是說一些話希望大家喜歡聽 如果我鼓勵大家衝出去被人打 那很多人都說我很英雄或者大家都很興奮 但是這樣又得到些什麼呢 所以我現在這個說法就是希望大家 擅思和想清楚究竟我們在國際戰線做了些什麼 還有還有些什麼還未做 怎樣可以做得好些 還有我們不應該鼓勵太多的香港人 在現在這個情況不改變之下 做一些無謂的氣 相關於美國或者西方的現在的反應 就是最近美國國務卿發表了一個談話 就是說其實美國關注香港的人權狀況之餘 他知道中共將會召開兩會 所以他可能要觀望中共兩會之後的情況 才去處理和反應 我覺得我們用一個良好的願望 都是可以不需要心急的 就是說由美國沒有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 由國際輿論不是太關注香港 去到現在很多的國家甚至在疫情爆發之前 意大利的國會和黃之鋒都有個視像的對話 都說是關注香港的警察暴力 其實歐盟的一些國家 英國、美國、法國、意大利、澳洲等等 很多不同的國家 他們都表達了一些關心 我想和一些北歐的國家 很多西方國家都表達了關心 我們可以耐心等候一下 但我始終只是做一個評論 但我覺得去年如果我們記得 有一次在遮打花園的集會 說英美港盟主權載盟 還有很多次集會都要求國際社會聲援 那些主辦的單位 例如學界的組織 例如一些政治的組織 政黨的組織 各種前線的人 例如在歐洲的一些香港人的組織 他們組織在G20峰會之前 之後的輿論工作 我們不是說有一個大台 但剛才說過有很多不同的組織 我希望在這裏聽到我節目的人 大家都想一下呼籲一下 是不是我們要做得積極些 或者已經在做緊 再追得緊貼些 就是說去到5月10號去到母親節 香港街頭的警察暴力 還是這麼放肆 現在這個監警會報告已經出了 如果等兩會開會 我自己很肯定說 中共的政策方針 那個作風是不會改變的 未來的一段日子都不會的 我們有什麼辦法 可以逼得緊些 希望國際社會 來一個合理一點的反應 這件事情大家應該要 大家可以互相參詳一下 集思廣益的 但是如果我們現在就是說 正如剛才說 我們一方面就鼓勵或者 推動一些年輕人上街 去無謂地犧牲自己 另一方面 我們在國際戰線做得不夠積極 其實如果我站在中共的立場來說 這就是鄭重下懷 這就是他想要的東西 因為再次多一輪 就算香港人在街頭 無論是無辜市民或者一些 真正在抗爭的市民 都不是無辜 都是無辜的 就是說不停地被警察毆打 攻擊 被黑幫襲擊 不停地傷害我們這幫年輕人的 身心愁創 還有好像最近有一位年輕人 就是一位救生員 他不知為何承認了這個暴動罪 其實這件事我也有意見 我覺得我作為一個評論者 我要發表意見 我會尊重他的決定 但是 其實你承認了暴動罪 他都判了你四年 那為何要承認暴動罪呢 因為在那個案件裏面 我覺得你認罪和不認罪是兩回事 好像我們看佔中三子 譬如是戴耀程和陳建文 他們都說得很清楚 為何會繼續上訴 繼續打官司呢 為何他不認罪呢 是一個法律和公義的原因 所以那位年輕人 可能受到一些人的意見 說服他承認暴動罪 其實我有責任向公眾指出 這樣未必是一個最好的做法 因為還有很多的香港市民 在去年或者大半年來 這個社會抗爭裡面 是牽涉入一些被無理指控 犯了暴動罪的 這個牽連可能很廣泛 我覺得這件事 是有一個相確的必要 雖然你說在不同的法庭層面 那些案例未必一定可以 應用到在普通法的架構裡面 雖然你可以這樣說 但是我就看不到為何要認罪了 認罪之後又得到什麼好處 還有這件事 我們是理直氣壯爭取公義的 那些在連儂牆上行兇 令到人差一點沒命 他就叫做高尚情操 他所判的監禁的年期 更少於這位救生員的4年的暴動罪 這些公理又何在呢 即是說 我不會單純說一句 叫做法治已死 我覺得這樣說 一時間覺得發洩了 但是作用不大 而是說 我們還有些事情好像做得不太好 對不對 如果我們做一個評論 就是令到大家開心的 我說這些大家喜歡聽的 那我就沒有什麼存在意義了 我覺得我們的民主派也好 反對派也好 我們爭取公義的各種正義的聲音也好 我們還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得好些 我們給這些年輕人的法律支援 法律意見和其他方面的支持 我覺得有些方面可能還未足夠 還有我們也說這句 在國際戰線裏面 其實是否還要加倍努力呢 其實我想我們轉來轉去 都是這個問題 就是說 其實如果我們覺得 中共和它在香港控制著 破壞了香港一國兩制的 或者沒有港人治港再存在的 這個所謂特區政府 就是說林鄭的政府 和這個所謂中央政府 他們整個政策 現在差不多一年了 由去年反送中運動掀起到現在 他所做的事情 最後一個很清晰 放在全世界人的眼前的 就是監警會的報告 我們不是去分析這個報告 因為這個報告本身就是一個垃圾 是完全歪曲了事實 是表示這個政府是冥還不寧 根本是不會自我完善自我改革的 還有呢 雖然你說1997年主權移交了之後 主權都是被中國共產黨控制著的 這個我們都明白 但是如果我們看回不是很久之前 2014年佔中雨傘運動之後的一些 相對現在輕微很多的警察暴力 例如七警案 例如朱經緯案 那個後續和處理判決和現在很不同 所以我覺得大家一定要考慮和分析清楚 我們下一步應該要這樣做 而不是分析監警會的報告本身 你花很多時間去分析監警會的報告本身是沒有意義的 如果現在是2014年七警剛剛打完曾建超和朱經緯 或者是拿起警棍去襲擊那些屠人 如果現在是2014年 情況跟現在很不同 但是現在就是說 整個特區政府和它依附在它身上的權貴 全部是沉淪和墮落 所以我認為我們一定要把它移回後去想想 其實如果你是中共 你現在要制定政策 你有甚麼擔心 有甚麼顧慮 還有怎樣的情況下 它這個邪惡的政治集團才會真的輸 這是一個策略的研究 譬如說我現在撤回了這個送中條例 不過我又控告你一大批人暴動罪 甚至有一位年輕人在未曾審完案 率先自己認罪 然後陸續有來可能有千多個人都被控暴動罪 中間可能有幾百個人被判有罪 然後造成一大量的政治冤獄 我認為這件事已經去到一個很慘無人道的一個境界 但是另一方面 由去年反送中運動爆發到現在 有這麼多街頭我們看到 我們目睹的一個警察暴力 全部都得不到我們如果說普通法的案例 我們得不到好像朱經惟案或者七警案 這樣的一個不偏不倚的處理方法 一個令到市民覺得公義仍然得到彰顯的方法 這樣我們香港的人究竟要想怎樣做下一步呢 因為我們如果很簡單地說 就是這個對家所謂 他是會繼續做這件事的 包括那些普通的前線的警察 現在前線的警察就是很簡單 他做甚麼都不需要負法律責任 只要他對面的受害者是被視為對抗政府的 有政治立場的人士 剛才我的分析都是這樣 如果我是被他標籤為一個黃絲 被他標籤為一個反政府的人 被他標籤為一個反送中的前線的人 在他們的宣傳裏面就叫你做黑暴 只要他覺得你有這個政治傾向或者立場 無論你做甚麼 在這些所謂執法人員的眼中都是錯的 而這些所謂執法人員對你施行的任何暴力 他都不需要承擔任何效果 這就是現在的現實 所以我要說來說去一件事就是 我們除了希望邪惡不可以贏 還要考慮保留自己的實力 以及想一下對方會怎樣做 因為如果我們繼續用同一個方法去抗爭的話 我認為受到傷害的其實就是這一邊的人 那些攬炒的概念 其實一定程度我和很多我認識的朋友都支持的 這個攬炒的概念就是中共要傷害香港人 他首先要傷害他自己 以及如果能夠令到他傷害他自己 這個抗爭都叫做有成果 但是問題就是如果現在的形勢已經定格成 剛才我所說的事情 如果我們只是單一地走上街頭抗爭 而是繼續給不公平的執法人員 就是用一些非法和不合理不公義的手段 去剝奪這些人的人權 去令到他們肉體受到傷害 甚至有牢獄之災 而得不到一個公正的裁決 這些也不是我說的 香港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教授和大律師吳靠儀 他們不不約而同在幾個月前說 一些關於法治已死的概念 他們本身不應該去到那麼失望或者絕望 都這樣說 這個就是現實 當你見到很多案件的判決 當你見到一些法官的裁決 跟你所追求的公義相差那麼遠 當你見到他有政治動機去審判一些案件的時候 可以出現一些這樣的結果 你就知道這個問題 不是單純可以用回我們當年2014年的雨傘運動的時候 那種策略和那種抗爭的方法 可以繼續進行的 所以我覺得不需要說你是勇武派或者和理非 而是說香港人的抗爭 是不是要用我們的智慧去調教我們的策略 第一可以得到更大的效果 第二是不需要付出無謂的犧牲 所以這件事情我覺得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我認為我剛才跟我們的幾位朋友 大家都討論過或者熱烈辯論過 在開鏡頭之前 如果用以上的那種思維 究竟我們當作思考的問題 有甚麼會令到中共會輸呢 我認為現在在香港的政治環境 他是不會輸的 即是他已經做到這一步了 即是說你上街抓你 打你 然後他抓你打你的過程 他完全是背離了人道立場 不要說犯法了 他已經在犯法了 即是說由去年6月 即是2019年6月到現在這一刻 我看不到警察犯法會有任何制裁 你要知道一件事是指寫的法律 就是人人平等的 但是檢控權就是在律政司這個部門 如果律政司不檢控 你可以私人檢控 舉例 有一位女士 就在去年懷疑是被警察的布袋彈打中眼的 還有有一位印尼的女記者 也在去年在灣仔 是被警察的橡膠子彈打盲眼的 另外我們又有一位女士的身份 現在是沒有公開的 是控告警察在全灣警署輪奸她的 這些案件 我們相信 我對法治的精神就說 這些案件在正常情況下 應該要得到一個客觀的調查 公平的處理 和正義得到彰顯 但現在我們看到 我不會評論個別案件 我只看到這些案件 是不會有一個公平的審訊 是嗎 如果關於強姦案 我們公眾知道的資料很少 但我唯一知道的一件事 是警務處長不停地污衊這位受害人 警務處長不是法庭 不是法官 他是無權批評這件案件 我覺得這已經很不合理 第一 第二就是關於這個 我們說的布袋彈那位女士 就是尖沙掌那位 我看到一件事就是 警察在不得她同意的時候 是強行拿她的醫療報告 不是為了將那件案件 查到水落石出 而是為了去滅聲 讓這位受害者 不想或者不敢進一步 作一個法律行動 這是第二個 第三件案件 第三件案件 就是關於印尼女記者 我想所有的香港人都相信 或者全世界人都相信 她不會是抗爭的一部分 她不是一個香港籍的人士 是一個外國的記者 而我們看到當時的情況 有很多媒體都拍到影片 是當時的情況 在灣仔那條天橋上面 全部都是媒界的人士 記者、新聞界 那些警察根本沒有必要 向那裡開火 而他們一路走一路回頭 結果我們看到警察是開槍的 而在正常情形 律政司有一個公義的指引 現在看到法治的敗壞 在指寫的條文是應該有正常的處理 但這件案 律政司是沒有介入的 而警察也沒有提交到 當日開槍的警察那個人的身份 現在到這一刻 印尼女記者在她面前都是驚激滿途 所以這三個案件看到 其實香港很難 當有執法人員犯法的時候 而牽涉入這些政治抗爭 甚至受害者不是抗爭的部分 譬如印尼女記者 在這種情況下 其實很難好像我們以前相信的方法 去令公義得到彰顯 這些事情就是香港法治的墮落 或者破壞 其實我剛才所說的 國際的公眾又知道多少 我們是否做得不夠 是否應該需要有些人受到制裁 那些人為何到現在都未受到制裁 所以回到我剛才所說的問題 有甚麼會令到中共會覺得自己 起碼輸少少或者輸一部分 就是說當我們看到剛才這些事情 是不應該發生都發生了的時候 那些可能是有責任 是造成這個局面的人 他們本身是不需要負責 以及他們得不到應有的制裁 如果繼續的情況是那些人 完全得不到應有的制裁 所以我們要中共輸 就是要令到上述這些事件 是得到一個水落石出的解決 是得到一個令到公眾認為公義得到彰顯 令到法治可以重新恢復的 或者最少都要令到一些負責的人 譬如說誰是律政司司長 誰是警務處處長 誰是香港的特首 誰是當時前線的指揮官 那些人都沒有走的 那些人全部有名有姓有身分 有沒有東西制裁到他們身上 如果當有東西制裁到他們身上 我覺得中共的策略就有修改必要 即是你跟他的對視 令到他初上一個敗職 如果我要舉例 都是說一些歷史的事實 七景案和朱經緯案的教訓 就是令到邪惡的本身 那個暴力的施行者 他們在做這些事的時候 是多了很多顧慮 而且我們知道七景和朱經緯 都一直打到終審庭 七景裏面有兩個人甩了 但其他人結果 都是罪名沒有法子被推翻 即是如果你覺得那件事可以有參考價值的話 現在的倒退和墮落比那時差很多 所以我們要想的是 還有甚麼其他方法 可以令到對方覺得 他是要付出一個代價 如果他是不需要付出一個代價 我認為我們的抗爭一定要想清楚 是不是一定要繼續這樣做 下槽的攻擊 下槽是 writing作文! 中文詞